希伯來書 第一章 上帝在末世 值他兒子 曉遇世人 上帝既在古時 值著眾先知 多次多方的曉遇列祖 就在這末世 值著他兒子曉遇我們 又早已立他為成授萬有的 也曾值著他 創造諸世界 他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上帝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 託住萬有 他洗淨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邊 他所承受的命 既比天使的命更尊貴 就遠超過天使 所有的天使 上帝從來對那一個說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著那一個說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再者 上帝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後 就說 上帝使者都要敗他 論到使者 又說 上帝以風為使者 以火焰為伯役 論到指 卻說 上帝呀 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你喜愛公義 恨惡罪惡 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 用喜樂由高利 勝過高利的同伴 天地都要滅沒 為主永遠長存 又說 主呀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做的 天地都要滅沒 你卻要長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 你要將天地捲起來 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變了 唯有你永不改變 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所有的天使 上帝從來對那一個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籌敵 作你的腳凳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 奉差遣 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摩 第二章 忽略主恩怎能徒罪 所以我們當月發正眾所聽見的道理 恐怕我們除流失去 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 既是確定的 凡干犯勃逆的 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我們若若忽略借摩大的救恩 怎能徒罪呢 這救恩 起先是主親自講的 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職其事 獲百般的異能 並聖靈的恩賜 並聖靈的恩賜 同他們作見證 救人的元帥 因受苦難得以完全 我們所說 將來的世界 上帝園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 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 你 叫他給天使微小一點 賜他榮耀尊貴為官面 並將你手所做的 都派他管理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既叫萬物都服他 就沒有盛下一樣 不服他的 只是如今 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唯獨見那成為 比天使少一點的耶穌 因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官面 叫他因著上帝的恩 為人人償了死味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 為萬物所本的 要令許多的兒子 盡榮耀裡去 使救他們的元帥 因受苦難得以完全 本事合宜的 因那使人成聖聖的 和那些得以成聖的 到時出喻一 所以 他稱他們為弟兄 也不以為此 說 我要將你的命 傳予我的弟兄 在會中 我要重揚你 又說 我要依賴他 又說 漢娜 我與上帝所給我的兒女 而女 既同有血肉之體 她也照樣 親自 成了血肉之體 特要直著死 敗壞那掌死權的 就是魔鬼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為勞卜的人 耶穌既受試探 就能答救受試探的人 他並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阿伯拉罕的後裔 所以 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 為要在上帝的事上 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百姓的罪 為百姓的罪 獻上挽回祭 他自己 既然被試探而受苦 就能答救被試探的人 第三章 耶穌比摩西更佩得榮耀 同蒙天照的聖結弟兄 啊 你們應當思想 我們所認為是者 為大祭司的耶穌 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 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盡忠一樣 他比摩西算是更佩多得榮耀 好象建造房屋的 比房屋更尊榮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萬物的就是上帝 摩西為仆人 在上帝的全家成言盡忠 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但基督為兒子 自理上帝的全家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 堅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當境界硬心 聖靈有話說 你們今天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 仗在曠野 惹他發怒 試探他的時候一樣 在那裡 你們的祖宗 視我 探我 定且觀看我的作為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 我厭煩那世代的人 說他們心裡上上迷惡 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我就在路中起誓說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弟兄們 你們要謹慎 免得你們中間 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 把永生上帝離棄了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勸 免得你們中間 有人被罪迷惑 心裡就剛硬了 我們 若將起初 確實的信心 堅持到底 就在基督裡有份了 經上說 你們今天 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 仗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不信之人 不能享受安息 那時 聽見他話 惹他發怒的是誰呢 豈不是跟著摩西 從埃及出來的眾人摩 上帝四十年之久 又厭煩誰呢 豈不是那些犯罪失守 倒在曠野的人摩 又向誰起誓 不用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 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摩 這樣看來 他們不能進入安息 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第四章 只有信的人 得享安息 我們既夢留下 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 就當畏懼 免得我們中間 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 將傳給他們一樣 只是所聽見的道 與他們無益 因為他們沒有信心 因為他們沒有信心 與所聽見的道條和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 得以進入那安息 正如上帝所說 我在路中起誓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其實造物之功 從創世以來 已經成全了 輪到第七日 有一處說 到第七日 上帝就竊了他一齊的功 又有一處說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盡安息的人 那先前聽見福音的 因為不信從 不得進去 所以過了多年 就在大衛的書上 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的說 你們今天 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 若是若書雅 已叫他們享了安息 後來 上帝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 這樣看來 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為上帝的子民傳流 因為那進入安息的 若是竊了自己的功 正如上帝竊了他的功一樣 所以 我們無必竊力 竊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 學那不信從的樣子 跌倒了 上帝的道 是有功效的 上帝的道 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人的劍更快 甚至魂與靈 骨折與骨髓 都能刺入 否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並且被造的 並且被造的 沒有一樣在他面前 不顯然的 原來萬物 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 都是赤露闖開的 大祭司耶穌 能看出人的軟弱 我們既然有一位 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 便當辭定所承認的道 因我們的大祭司 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他也曾凡事 受過試探 與我們一樣 只是他沒有犯罪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據的 來到詩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連率 蒙恩惠 作隨時的幫助 第五章 基督不榮耀自己 凡從人間 挑選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辦理 屬上帝的事 為要獻上禮物 和屬罪制 他能體諒 那如蒙的 和失迷的人 因為他自己 也是被軟弱所困 故此 他理當 為百姓和自己 獻祭贖罪 借大祭司的尊榮 沒有人自取 為要蒙上帝所召 像阿倫一樣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 作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說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 你是照著墨基使得的等次 永遠為祭司 因苦難學了順從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 既大聲愛哭 流淚 討告 恨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誠 蒙了應允 他雖然為兒子 還是因所受的苦難 學了順從 他既得已完全 就為凡順從他的人 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並蒙上帝照著墨基使得的等次 稱他為大祭司 輪到墨基使得 我們有好色話 並且難以解明 因爲你們聽不進去 看你們學習的功夫 本該作師傅 誰知還得有人 將上帝聖言小學的開端 令教導你們 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 不能吃乾糧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 因爲他是嬰孩 唯獨長大成人的 才能吃乾糧 他們的心肖 雜練得通達 就能分辨好大了 第六章 當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 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勾悔死幸 信靠上帝 各樣洗禮 按守之禮 死人復活 以及永遠審判 各等教訓 上帝若許我們 我們必如此行 論到那些 已經蒙了光照 嘗過天恩的滋味 由於聖靈有份 並嘗過上帝善道的滋味 各五來世權能的人 若是離棄道理 就不能叫他們重申 奧悔了 因爲他們把上帝的兒子重釘十字架 明明的羞辱他 就如一塊田地 吃過屢次下的雨水 生長菜疏 合乎耕種的人用 就從上帝得福 若掌經激和質泥 必備廢棄 近於就座 結局 就是焚燒 當效法承受應許之人 親愛的弟兄們 我們須是這樣說 卻深信你們的行為 強過這些 而且近乎得救 因爲上帝並非不公義 竟忘記你們所作的功 和你們為他命 所顯的愛心 就是先前 自後聖徒 如今還是自後 我們願你們各人 都顯出這樣的恩勤 使你們有滿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並且不懈怠 總要效法那些 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無要辭定面前的指望 當初上帝 應許阿伯拉罕的時候 因爲沒有比自己更大 可以指著起誓的 就指著自己起誓 說 論福 我必賜大福給你 論子孫 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這樣阿伯拉罕既行狗忍耐 就得了所應許的 人都是指著給自己大的起誓 定且以起誓為實據 了結各樣的爭論 照樣 上帝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 格外顯明他的旨意 是不更改的 就起誓為正 值借兩件不更改的事 上帝 上帝決不能說謊 好叫我們 借逃往避難所 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勵 我們有借指望 如同靈魂的鬧 又堅固 又牢靠 且通入萬來 作先鋒的耶穌 既照著墨基使德的等次 成了永遠的大祭司 就為我們進入萬來 第七章 墨基使德 為祭司與上帝的兒子相似 這墨基使德 就是殺冷皇 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 本是長遠為祭司的 下當阿伯拉罕 殺敗諸王回來的時候 就迎接他 給他祝福 阿伯拉罕也將自己所得來的 取十分之一給他 他頭一個命翻出來 就是仁義王 他有名殺冷皇 就是平安皇的意思 他無父 無母 無俗譜 無生之始 無命之中 乃是與上帝的兒子相似 你們想一想 先祖阿伯拉罕 將自己所老來上等之物 取十分之一給他 這人是何等尊貴呢 那得祭司即任的尼未子孫 領命照例 向百姓取十分之一 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 雖是從阿伯拉罕身中生的 還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獨有墨基使德 不與他們同譜 到收納阿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為那蒙應許的阿伯拉罕祝福 從來 為份大的 給為份小的祝福 這是博不倒的理 在這裏 收十分之一的 都是必死的人 但在那裏 收十分之一的 有為他作見證的說 他是活的 並且可說 那受十分之一的尼未 也是藉著阿伯拉罕 立了十分之一 因為墨基使德 迎接阿伯拉罕的時候 尼未已經在他先祖的身中 從前 百姓在尼未人祭司職任以下受律法 倘若 值借職任能得完全 又何用另外興起一為祭司 照墨基使德的等次 不照阿倫的等次呢 祭司的職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須更改 因為這話所指的人 本屬別的支派 那支派裡 從來沒有一人 自後祭壇 我們的主 分明是從由大出來的 但這支派 末世並沒有提到祭司 倘若照墨基使德的樣式 另外興起一為祭司來 我的話更是顯而易見的了 他成為祭司 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 乃是照無窮知生命的大能 因為有給他作見證的說 你是照著墨基使德的等次 永遠為祭司 先前的條例 因軟弱無益 所以廢掉了 律法原來一無所成 就引進了更美的指望 靠借指望 我們便可以進到上帝面前 耶穌長遠活著 替人祈求 再者 耶穌為祭司 並不是不起世立的 至於那些祭司 原不是起世立的 只有耶穌 是起世立的 因為那立他的 對他說 主起了誓 決不後悔 你是永遠為祭司 既是起世立的 耶穌就作了更美之弱的中保 那些成為祭司的 數目本來多 是因為有死 左隔不能長久 這位基少永遠常存的 祭司的職任 就長久不更換 凡靠著他 進到上帝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為他是長遠活著 替他們祈求 將這樣聖結 無邪惡 無惰惡 遠離罪人 高過諸天的大祭司 原是與我們合疑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 後為百姓的罪獻祭 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 就把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 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 是立兒子為大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遠的 第八章 耶穌在真杖幕裏作執事 我們所講的事 其中第一要緊的 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 已經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在聖所 就是真杖幕裏作執事 這杖幕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凡大祭司 都是為獻禮物和祭物設立的 所以這為大祭司 也必須有所獻的 他若在地上 必不得為祭司 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祭司 他們 供奉的事 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 正如摩西 將要做帳幕的時候 蒙上帝警戒他 說 你要謹慎 作各樣的物件 都要照著在山上 指示你的樣式 作更美之約的中寶 如今 耶穌所得的職任 是更美的 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寶 借約 願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那前約 若沒有瑕疵 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所以 主指責他的百姓說 日子將到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 令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與他們所立的約 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 我也不理他們 這是主說的 上帝不再紀念以色列家的罪顯 主又說 那些日子以後 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 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 放在他們裏面 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上帝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不用各人 教導自己的鄉論 和自己的弟兄說 你該認識主 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必認識我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 不再紀念他們的罪顯 既說新約 就以前約為舊了 但那佔舊佔須的 就必快歸無有了 第九章 論前約的條例 原來前約有禮拜的條例 和屬世界的聖幕 因為有預備的帳幕 頭一層 叫作聖鎖 裏面有燈台 桌子和陳切頂 第二萬子後 又有一層帳幕 叫作智聖鎖 有金香爐 有包金的藥櫃 貴裏 有聖馬拿的金貫和阿倫法國牙的象 並兩塊藥板 貴上面 有榮耀基路伯的影 照著詩恩作 這幾件 我現在不能一一細說 這些物件 既如此預備齊了 眾祭師 就嘗盡頭一層帳幕 行拜上帝的禮 至於第二層帳幕 唯有大祭師 一連一次獨自盡去 沒有不帶著血 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 聖鎖 用此指明 頭一層帳幕 刑存的時候 進入至聖所的路還未顯明 那頭一層帳幕 作現今的一個表樣 所獻的禮物和祭物 就著良心說 都不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 這些事 連那飲食和諸般洗作的規矩 都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 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 耶穌一次獻上自己 成了永遠屬罪的祭 但現在 基督已經來到 作了將來美是的大祭師 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屬服這世界的 定且不用山羊和牛毒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進入聖所 成了永遠屬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並無牛毒的灰 灑在不潔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誠聖 身體潔淨 何況 基督藉著永遠的靈 將自己 無下無痴 獻給上帝 他的血 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 除去你們的死行 使你們侍奉那永生上帝摩 為此他作了身約的忠保 既然受死 屬了人在前若之時所犯的罪過 便叫蒙召之人 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凡有遺命 必須等到留遺命的人死了 因為人死了 遺命才有效力 若留遺命的尚在 那遺命還有用處嗎 所以前若也不是不用血納的 因為摩世當日照著律法 將各樣戒命全給眾百姓 就拿朱紅色蛹和牛失草 把牛毒山羊的血和水灑在書上 又灑在眾百姓身上 說 借血就是上帝與你們納藥的憑據 他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器皿上 按著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結淨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照著天上揚色作的物件 必須用這些祭物去結淨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結淨 因為基督並不是盡了人手所造的聖所 只不過是真聖所的影像 乃是盡了天堂 如今為我們顯在上帝面前 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 將那大祭司每年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 如果這樣 他從創世以來 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 再借末世顯現一次 把自己獻為祭 很除掉罪 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像這樣 基督既然一次被獻 擔當了多人的罪 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顯現 並與罪無關 乃是為拯救他們 第十章 律法是將來美視的影儀 律法既是將來美視的影儀 不是本物的真象 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 叫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 獻祭的事 豈不早已止住了嗎 不過 因為禮拜的人 良心既被潔淨 就不再覺得有罪了 但這些祭物 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來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 斷不能除罪 所以 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 就說 上帝呀 祭物和禮物 是你不願意的 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凡祭和贖罪是你不喜歡的 那時我說 上帝呀 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以上說 祭物和禮物 凡祭和贖罪是你不願意的 也是你不喜歡的 這都是按著律法獻的 後又說 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見祂是隨去在先的 為要立定在後的 我們憑借旨意 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 就得以成聖 凡祭師天天站著是奉上帝 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 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 就在上帝的右邊坐下了 從此 等候他囚的成了他的腳凳 因為他一次獻祭 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聖靈也對我們作見證 因為他既已說過 主說 那些日子以後 我與他們所納的約 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 寫在他們心上 又要放在他們的裏面 以後就說 我不再紀念他們的罪險 或他們的過範 這些罪過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 當全誠心 和充足的信心 來到上帝面前 弟兄們 我們既因耶穌的血 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是藉著他 給我們開了一條 又生又活的路 從萬子 從萬子經過 這萬子就是他的身體 又有一位大祭司 治理上帝的家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 已經灑去 身體用清水洗淨了 就當全著誠心 和充足的信心 來到上帝面前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 不致遙動 因為那應許我們的 是信實的 又要彼此相顧 激發外心 勉勵行善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 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 都要彼此勸勉 既知道那日子臨近 就更當如此 警戒故意犯罪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 若故意犯罪 贖罪的制 就再沒有了 唯有戰具 等候審判 和那消滅眾敵人的烈火 人 干犯摩西的律法 憑兩三個見證人 尚且不得連率而死 何況 人踐踏上帝的兒子 將那使他成性之弱的血 當作平常 又涉萬施恩的聖靈 你們想 他要受的刑罰 該怎樣加重呢? 因為我們知道誰說 身冤在我 我必報應 又說 主要審判他的百姓 落在永生上帝的手裡 真是可怕的 而人必恩信得生 你們要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後 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 一面被毀旁 遭患難 成了棄境 叫眾人觀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借讓苦難的人 因為你們看出了那些被困鎖的人 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 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 所以你們不可凋棄勇敢的心 傳這樣的心 必得大賞賜 你們必須忍耐 使你們行完了上帝的旨意 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 還有一點點時候 那要來的就來 並不遲言 只是二人必恩信得生 他若退後 我心裡就不喜歡他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致靈魂得救的人 第十一章 人非有信 不能得上帝的喜悅 信 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我們恩著信 我們恩著信 就知道諸世界是藉上帝話造成的 這樣 所看見的 並不是從顯然之物做出來的 阿伯恩著信 憲制與上帝 比該人所憲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清義的見證 就是上帝指他禮物作的見證 他雖然死了 卻恩這信仍夠說話 以樂 恩著信被接去 不至於見死 人也找不著他 因為上帝已經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以先 已經得了上帝喜悅他的名證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 因為到上帝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上帝 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羅雅恩著信 寄蒙上帝指示他未見的事 動了敬畏的心 預備了一隻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意 盼望有根基之誠 阿伯拉罕恩恩著信 蒙照的時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將來要得遺孽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 還不知往那裡去 他恩著信 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 好將在異地居住帳篷 與那同盟一個應許的以撒 雅各一樣 因為他等候 那在有根基的成 就是上帝所經營 所建造的 恩著信 連撒拉自己 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 還能懷孕 因他以為 那應許他的 是可信的 所以 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孫 如同天上的星 那樣眾多 海邊的沙 那樣無數 這些人 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 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 在世上是客裏 是寄居的 說這樣話的人 是表明自己 要找一個家鄉 他們 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 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他們 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上帝 被稱為他們的上帝 並不以為此 因為他 已經給他們 預備了一座聖 信心的試驗 阿伯拉罕恩著信 被試驗的時候 就把以撒獻上 這便是那歡喜 領受應許的 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 論到這兒子 曾有話說 從以撒生的 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他以為上帝 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 他也彷彿 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以撒恩著信 就指著將來的事 給雅各 以掃祝福 雅各恩著信 臨死的時候 給若失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 扶著帳頭 敬拜上帝 若失恩著信 臨終的時候 提到以色列俗 將來要出埃及 並為自己的鞋骨 留下為命 摩世生下來 他的父母 見他是個盡美的孩子 就因著信 把他藏了三個月 並不怕王命 摩世漢 為基督受寧慾 勝於埃及的寶貝 摩世恩著信 長大了 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他寧可和上帝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因他想望 所要得的賞賜 他恩著信 就離開埃及 不怕黃怒 因為他行心忍耐 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他恩著信 就守如月節 行灑血的禮 免得那滅長子的臨近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恩信過紅海 他們恩著信 過紅海 如行乾地 埃及人試著要過去 就被吞滅了 以色列人恩著信 圍繞耶利哥城七日 城牆就倒塌了 妓女拉俠恩著信 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 就不如那些不順從的人 一同滅亡 我又何必再說呢 若要一一誓說 基殿 巴拉 參孫 耶弗他 大衛 撒母爾 和眾先知的事 時後就不夠了 他們恩著信 祭福了敵國 行了公義 得了應許 倒了獅子的口 滅了烈火的猛勢 脫了刀劍的鋒刃 軟弱變為剛強 爭戰顯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軍 被害的信徒 恩信 得了美好的證據 有婦人 得自己的死人復活 又有人 忍受嚴刑 不肯苟且得釋放 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 又有人 忍受棄弄 癲打 捆鎖 監禁 各等的磨煉 被石頭打死 被鋸巨死 受試探 被刀殺 披著綿羊 山羊的皮 各處奔跑 受窮佛 患難 苦害 在曠野 山嶺 山洞 地月 漂流無定 本是世界 不配有的人 這些人 都是恩信 得了美好的證據 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上帝給我們 預備了更美的事 叫他們 若不與我們同得 就不能完全 第十二章 主所愛的 他必管教 我們既有借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脫去容易潛淚我們的罪 全心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中的耶穌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你們與罪惡相爭 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 你們又忘了 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 說 我兒 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 被他責備的時候 也不可灰心 因為主所愛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你們所忍受的 是上帝管教你們 代你們如同代兒子 焉有兒子 不被父親管教的 管教 原是眾子所共受的 你們若不受管教 就是師子 不是兒子了 受管教的結果 再者 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 我們尚且敬重他 何況萬靈的父 我們豈不更當順服他得生嗎 生身的父 都是暫除己意管教我們 唯有萬靈的父 管教我們 是要我們得益處 使我們在他的聖結上有份 凡管教的事 當時不覺得快樂 反覺得仇苦 後來 卻為那經練過的人 結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義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 發酸的腿挺起來 也要為自己的腳 把道路收直了 使鋸子不自歪腳 反得傳遇 當拿以素為境界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 並要追求聖結 非聖結 沒有人能見主 又要謹慎 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來 擾亂你們 因此叫眾人沾染污蔚 恐怕有淫亂的 有貪亂世俗如意掃的 她因一點食物 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 後來 想要承受父所足的福 警備棄絕 雖然豪哭撤求 卻得不著門路 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 這是你們知道的 你們緣不是來到那能摩的山 此山有火焰 密雲 黑暗 暴風 各聲與說話的聲音 哪些聽見這聲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 說靠近這山的 即便是走秀 也要用石頭打死 所見的極其可怕 甚至摩西說 我甚是恐懼戰經 你們乃是來到石安山 永生上帝的成一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裡有千萬的天士 有名陸在天上諸長子之會 所共聚的總會 有審判眾人的上帝 何必成全知義人的靈魂 並身虐的宗寶耶穌 以及所灑的血 借血所說的 比阿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你們總要謹慎 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 因為那些氣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 尚且不能逃罪 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 但如今他應許說 再一次 我不單要震動地 還要震動天 借再一次的話 是指明被震動的 就是受造之物 都要羅去 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 就當感恩 照上帝所喜悅的 用虔誠敬慰的心 侍奉上帝 因為我們的上帝 賴是烈火 第十三章 要傳弟兄相愛的心 你們無要常傳弟兄相愛的心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女 因為曾有接待客女的 不知不覺 就接待了天事 你們要紀念被捆綁的人 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 也要紀念遭苦害的人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藏也不可污惠 因為苟合行淫的人 上帝必要審判 你們全心不可貪愛錢財 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 因為主曾說 我總不撇下你 也不凋棄你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 主是幫助我的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基督是永遠不改變的 從前引導你們 全上帝知道給你們的人 你們要想念他們 效法他們的信心 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 耶穌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你們不要被那珠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 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 才是好的 並不是靠飲食 哪在飲食上專心的 從來沒有得著益處 我們有一祭壇 上面的祭物 是那些在帳幕中公職的人 不可同吃的 原來生畜的血 被大祭司帶入聖所 作贖罪祭 生畜的身子 被燒在營外 所以 耶穌基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聖 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 就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們在這裏 本沒有常存的成 乃是尋求那將來的成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 上上以眾贊為制 獻給上帝 這就是那承認主命之人 咀順的果子 只是 不可忘記行善 或捐輸的事 因爲這樣的制 是上帝所喜悅的 應當順從為你們靈魂警醒的人 你們 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 且要順服 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 時刻警醒 好將 那將來交將的人 你們 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 不至憂愁 若憂愁 就與你們無益了 請你們為我們討告 因我們自覺良心無虧 願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我更求你們為我討告 祝福 祝福 但願賜平安的上帝 就是那憑永藥之血 此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穌 從死裡復活的神 在各樣善事上 成全你們 叫你們遵行祂的旨意 又藉著耶穌基督 在你們心裡行祂所喜悅的事 願榮耀歸給祂 直到永永遠遠 阿門 弟兄們 我略略寫信給你們 望你們 聽我勸勉的話 你們該知道 我們的兄弟提摩泰已經釋放了 他若快來 我必同他去見你們 問安 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安 從意大利來的人 也問你們安 願恩惠 尚與你們眾人同在 阿門